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来分享一款我家人都非常喜欢吃的生煎包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味道却很好 两口一个,满满的肉馅 早餐搭配粥或者是豆浆都是非常不错的 下面我们开始吧 我准备了200克的猪肉馅 打入一颗正常大小的鸡蛋 加入少许的生抽 一点老抽调色 再加入一些蚝油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一直把肉馅搅搭起筋 像这样,很粘稠的状态 再加入姜末 葱花 一点点的白糖 少许的盐 花椒粉 再加入一些胡椒粉 去腥 再次的调拌均匀以后 放到一旁备用 我在超市买了一些饺子皮 直接盛入一些肉馅 像包小包子一样的把它包起来 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将做好的生胚都放到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调一下芡汁 在碗中准备100克的清水 多半勺的面粉 再加入少许的油 调匀 搅拌到面粉完全融化 没有颗粒就可以了 平底锅中刷入少许的植物油 将小包子依次的摆入锅中 然后加盖 保持中小火煎大约1到2分钟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小包子的底部已经变得金黄 然后淋入我们调好的芡汁 如果你是喜欢吃脆底的生煎 可以淋入这个芡汁 如果喜欢吃软底的 直接加清水就可以 芡汁或者是水的量 加到小包子的三分之一处就可以 加盖以后大约焖三分钟左右 我们再开盖 收一下汁 煎锅底部已经变得金黄 就撒上葱花和黑芝麻 就可以灌火出锅了 瞬间在刚出锅的时候 底部是非常酥脆的 颜色又金黄金黄的 看着就很有食欲 满满的肉馅 吃的时候可以蘸上一丁小料 味道真的是香极了 做早餐简直就是完美 喜欢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每天都做好吃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留言吧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